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 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 建立了鲁迅纪念馆 馆设是一座造型朴实 雅致的两层庭院式建筑 给人的印象就是青瓦白墙 简单而宁静 在这里群众可以参观到鲁迅先生的手稿 以及生前的衣物 生活用品 书信 照片 与藏书等珍贵物品 让人们从各种细节 了解鲁迅先生精彩的一生 明镜与点栏目